为什么长绿的灰群子也落叶了 是变异了吗 还是因为最近的枫树和黄炉太火了 群子也来学人家变个色玩玩 主要是这个盆太小了 这么大一棵树配小盆 有种穿小鞋的感觉 难道是嫌土太贵吗 我家不缺土给他换个大盆 至少三年没有换盆 根长得太满 拔都拔不出来 老老实实刨掉一些土 才顺利拿出 新根很多 不过老根更多 把表面的老根清理掉 冬天留户群土换盆 更保险 这个盆大小合适 即使土再多也要省着用 垫上十公分泡沫 绿水省土还轻 调整好角度上土 加两块石头镇压一下根部 不让树干乱跑 多年的老盆口修剪过很多次 今天就让原有的状态修剪 原生老庄还是想多保留一些野味 时间总是过得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电话 需要更加热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电话 我是底项路,我们明天再见